设立分为两种 一是法诵设立 一是申谷设立 宽如法师于桃园归山功德三世设置设立宝殿 将全球弘法所得到的设立供奉出来 与众生结法源 这个姻缘就是宽如法师 因为在世界各地弘法 那世界弘法的地方都会出现法诵设立 那佛经上面有记载说 这个设立分成两种 第一种就叫做深谷设立 第二种叫做法诵设立 那就是这个设立就如同佛 看到设立就如同看到佛 那因为坤如法师在世界各地都有 很多弟子都有出现这种所谓的天降设立 也是这种法诵设立 它是从无到有的 它是突然变现出来的 就是为了要射受这些佛弟子 因为坤如法师的关系 所以由这个因缘来出现射受这些佛弟子 然后那这些弟子捡到呢 然后再交还给坤如法师 还给这个功德三 那我们这个设立宝殿的 会有这个宝殿的因缘 就是说因为师父慈悲大家 要把这些设立 法诵设立都供奉起来 然后让大家来可以礼拜 怎样让大家可以得到更多的福报 设立分为两种 一种为深谷设立 一种为法诵设立 在佛典中记载 修行时在菩提心基础下 弘法立身 坚信佛法便可得法诵设立 桃园功德三是全世界唯一有数十万颗法诵设立的道场 设置设立宝殿 为终生建立清净佛法的修行之地 以求无量功德智慧生 十方新闻 黄慧如黄凯杰 桃园采访报导